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警犬班训练时发生的一幕 每个训导员都知道 在训练场上打犬是一大击 下雨的这一举度让警犬班悲感震惊 带走下雨的是他的老班长刘伯 看到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刘伯决定找下雨好好谈一谈 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是种必然的结果 这足以说明下雨和泰尔之间还是缺少足够的默契和信任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放在平时 泰尔完成这些科目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今天他明显受到了下雨情绪上的影响 总是害怕 所以才出现了训练场上的那一幕 然而对于刘伯的一番用意 桀骜不逊的下雨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 那天我和他聊天 我一定都明显的感觉到 他并没有把我说的话我心里去 他只不爱于我比他老或者比他年长 他指声还挺了 刘伯是警犬班的上一任班长 他的搭档杰特也是总队的一代拳王 2015年底确定转移的他却没有离开部队 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心愿 想去实现 经制度研究 批准苏联等247名公司推出现役 老兵离队的日子就要到了 刘伯和退伍老兵一样收拾着行装 临走之前他要去看望一位战友和他说说话 分包下买着的是刘伯带过的警犬杰特 刘伯用十年心血培养了杰特 杰特则用一生陪伴刘伯从心病到老病 两年前咱们总队第一次参加全国竞选比武 但是那个时候杰特已经不在了 没能参加比武对我来说顶多算是一种遗憾 但是我杰特在一起的十年里却成为了我俩最美好的回忆 这是十年前我们记录下来的刘伯和杰特参加总队竞选比武的画面 杰特是一条纯种德国黑背 性情内敛消影善战 曾在830特打杀人嫌犯搜捕和多项重大安保任务中履历其功 连续七年在总队举行的警犬比武中夺冠 大家都叫他无眼汉将 刘伯就是这个无眼汉将的主人 新兵连史刘伯的军事素质比较全面 下廉后就被分配到了特勤中队 从小就喜欢犬的他 很幸运地进入了竞选班 这一干就是12年 自从杰特走了以后 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有机会拿到全国比武的冠军了 因为人和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形成的 而且从心理和情感上来讲 我真迈不去就看 刘伯和杰特在一起的十年里 不管是训练还是并肩作战 他们都是心领神会 配合无间 现在我最不愿意别人面前提起 我曾经和杰特多么有默契啥的 因为我怕他们说我吹牛 但是那种感觉只有和杰特能懂 你知道吗 有些科目 我只要给他一眼神 他就能明白我想让他干什么 刘伯所说的这种默契源自他对杰特的爱与付出 在很多人看来 警犬就是战士身边的无眼战友 但在刘伯心里 杰特就是他的孩子 在刘伯第八年面临退伍的时候 身为独生子的他没有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而申请转了三七使馆 当时他最担心的是 如果他离开部队 杰特会因此绝食 甚至郁郁而中 休息 好 我讲 犬的寿命一般是12到15年 但是警犬由于早期过度训练后的受伤 往往活不到12年 更有的警犬因为训练员的退伍 而产生精神上的抑郁 导致过着死亡 这种情况很普遍 为了防止杰特出现这一情况 刘伯又多服役了4年 只为好好地照顾这个无眼的战友 杰特受一生的回忆 但他仅仅活了10年 在参加830受捕杀人犯的任务中 他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执行任务时 他从山坡上摔了下来 腰摔坏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刘伯认为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而他和杰特在一起的十年 却是杰特的一生 所以在杰特病倒的那段时间里 刘伯寸步不离 只想陪着杰特走完最后一程 他是我们的工程权 也是我生命的一步 那段时间他的身体越来越长 我没有离开他半步 一直陪着他 一直等到的生命最后一刻 在那段时间里 刘伯用小车推着杰特 走过了支队的每一个角落 也许他在等待奇迹 惯想着杰特突然能好起来 也许他只是想让杰特 多看起眼他们曾经一起 木爬滚打的地方 但是杰特还是走了 2013年12月 刘伯亲手把杰特 埋在了支队门前的松树下 当时的支队长说 杰特活着的时候 做了一生的贡献 死了之后 可以继续为支队看家护院 刘伯迟迟没有离队 是因为总队按照规定 要给转业士官办理转业手续 而更重要的是 他想选出参加今年大比武的接班人 去完成他和杰特的共同心愿 此时班里下雨的防暴犬 泰儿的表现 让刘伯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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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的防暴犬泰儿 是一条村庄的比利斯马犬 这种犬耐力好 爆发力强 弹条力也特别出色 刘伯虽然对防暴犬泰儿充满了希望 然而对他的主人夏宇 却还有着一丝担心 刘伯的担心正是因为前段时间 班里组织的一次例行比赛 所有人都认为 夏宇和情犬泰儿会赢的时候 结果他却意外地输给了同班的李征 和情犬亚斯 泰尔呢 他应该说是我们班里最厉害的 不论身体素质还是各方面 他都是最好的 当时那个直到比赛结束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敢相信他会输 其实一场比赛下雨 最重要输在自己身上 他太清理了 他总认为自己的犬 在身体素质各方面 零李征的犬没有问题 但是防得说李征呢 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 自身的犬所存在的问题 所以每天都会加温加減地去训练 好 好点 来来来来 好 是吧 过两天比赛 你拿到第一场的 肯定第一 那还会小过 你是班长 那个犬也不错 你就那个犬 真不行 也挺行 我还不行 上回那个表现 确实不懂 是吧 抓你一眼唱了一点 抓你一眼唱了一点 抓你一眼唱了 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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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看法 你这外人的亚师傅也挺好 全能恶都 抓你一眼就厉害了 是吧 我都不知道 夏宇本身有一个 非常致命的弱点 就是他有些骄傲不逊 他总认为 自己的犬 与别人的犬都强 去参加全国毕 肯定非他莫属 但是在我看来 他只有把自己的犬 当成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孩子 一样去对待 就连全那个喜怒爱乐 都要做到新种术 这样才能达到 人权合一的最高境界 但是现在很显然 他还没有达到 所以我特意找 圣委安排了这支比赛 就是想让夏宇 能够清醒地认识到 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这次比赛 你们要进行 两个科目的比试 抗干扰通过障碍 和铺咬 抗干扰通过障碍 障碍上有火圈 A字板 断桥 三级跳 和铺砖网 希望圈能够 一次性通过 不能绕平 两个科目 用时相加对短者胜出 胜出者将代表咱们班 去参加全国比武 班长可以开始吗 开始吧 夏儿李征 带犬到激合支点激合 李征和亚特先来 下语套 做好准备 准备 快准备 这次比赛 刘伯和李盛伟 在传统考课科目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系列新内容 新情况 远远超出了 他们平时训练的难度 这两个干扰项目 我最担心的就是胶球 因为我的亚斯对胶球 基本上没有什么免疫力 他看见胶球 就什么也不顾了 所以说呢 我要想在第一局就取胜 然后我就必须得在 抗干扰这个项目上下功夫 由于李征在赛前 对亚斯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亚斯最初没有受到干扰 顺利的通过了这个环境 亚斯用时25秒43 下雨跳了 做好准备 准备 李征在第一局比赛的表现 无形中给下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而接下来的扑咬秀环节 更是让早已绷紧神经的他 不敢有一丝懈怠 第一局比赛 我担心的是后半段 因为在A4版那个环节 班长会安排众议员 开打呼吸 来刺激拳 我最怕就是 他人看见众议员的挑衅 直接成为普遥 泰尔顺利的通过了A4版后 凭借着身体优势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中心 泰尔用时24秒53 通过这A4竞选训练的共同科目 在实战中 竞选的任何失误 都可能导致整个战略的失败 所以我在竞选通过这A4 刻意制造各种干扰 就是为了天津实战 练兵不会打仗 打胜仗 还能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科目的比赛 乐章铺咬 李正雅思先来 下雨 泰尔做好准备 准备 开始 按正常来说呢 拳带铺咬过程中 是一口咬住 在没有得到指定的情况下 不松口 但是有些时候 因为中心圆的操作不大 很容易出现导口现象 就是咬了又咬 这样很危险 很容易伤进人身 下雨和泰尔上次失利的地方 就是乐章铺咬的最后一个环节 可能是长期以来 泰尔受到下雨的影响 每次一看着高本强 总是想直接空跃过去 正如刘伯说的 泰尔面对高板强的时候 依然选择了直接空跃 由于板强高度超出了泰尔弹跳的极限 他直接摔在了地上 当时我看见泰尔他直接想空跃 我就想这下坏了 因为那么高的板强 他平时训练通过的都不是很顺利 按常理来说 如果拳呢 在通过障碍的时候摔倒了 应该就不会再继续下一步的破晓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按照规则呢 犬听到放的口令 应当立即松口 并返回到训练儿身边 同时也要求训练儿 与犬不能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但是那天很显然 下雨的犬已经失控了 他怎么下口令 有那个犬就是摇入破晓球不放 我估计下雨自己都没想到这点 刘虚子 心疼吗 别的心疼 你看看你怎么给他处理一下 他估计他这血是从那个鼻子里边流到水里 他刚才怎么回事 下空远 然后摔倒了 他是怎么会太兴奋了 对 没事吧 没事 是哪受伤 哪流血 应该是鼻子 鼻子磕了地 由于泰尔摔倒的时候 头部受到了猛烈撞击 这让下雨心疼不已 看着泰尔鼻子里不停地往外流血 他隐约感到 他的心也在滴血 而这一刻 他终于领悟到了刘博对于杰特 那份超越战友的感情 当时我看见泰尔的鼻子和嘴流着血 我感觉喜怒碎 我终于明白刘博班长的良苦用心 他想让我明白的 不只是要把权当作自己的亲人 而是想要在未来的战斗中取胜 我们就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如果想做到这一点 和精确也是密不可分的 这就需要我们训导员 和精确在思维行动上 都能达到完美结合 也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的 人权合一 对于刘博来说 比赛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他知道下雨 已经明白了他的用心良苦 而在临走前 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杰特 我看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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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夜晚总是寂寥 那时的欢笑伴着眼泪 那时的我们叫的汗水 能感受个异点惊慌 时光世界流逝 在有心神里的舞蹈 不需要太多的感伤 是几乎折颜的红色灰烂 时光世界流逝 转眼一切变成回忆 不管前面的路上有我犹豫 一只的心永远在一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锋利的匕首 泥土的拳王 解救人质危机重重 狭小的房间 密闭的环境 生死之门 能否打开 是要做好了 还做这个 特战观察 生死状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